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大家这个问题也应该经常探讨 或者思维研究 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有个别的人来讲 现在《俱舍论》当中说什么 《十论金刚》说什么 到底我们佛教的这些观点 可能很多人这一点也不懂 但稍微对佛教的观点懂一点的 让我们以前的一些 像天文地理的教育比较深一点的 这样的人看来 哦 佛教里面说的肯定是假的 你看虚明山哪里都找不到啊 虚明山找不到 所以肯定是佛教所说是假的 或者在地球上 虚明山是从哪个地方找出来 这样不管是你从星球上也好 月球上也好 地球上也好 还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大西洋 太平洋 四大海洋当中 要寻找现在的我们的 其他海洋的话 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就根本没办法的 而且我一看见 以前有些资料当中 有些人站在佛教的角度 他还是费用他的脑筋 然后说是 七大海洋如何如何 现在我们七大洋 四大洋和三个洋 是应该分别为如何如何 他就是特别特别地 想着把它融合一体 但是这个根本没办法的 因为他的形状 云形等各方面是不相同的 希望在我们昨天所讲的那样 对世尊所说的缘起空性 首先应该生起定解心 我们对定解报道论 还是有一些理解吧 这样以后 我们昨天用一万岁的比喻来宣讲 应该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真正 不用说我们佛教的观点 世间的有些观点 有些可能是 我们没有学过地理的话 是现在的地球 这些也是认识的比较粗强 也不一定懂 昨天我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 我们聊了很长 学生时代的时候 我都忘了 后来他提起什么呢 说我们在司法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叫做谢老师 他给我们上天文学 当时他就说 这个地球在空中是怎么运行呢 就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地球在动 然后他当时说 我当时给谢老师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地球上既然这样在动的话 我为什么感觉不知道 我天天都是在运动 然后谢老师马上生气 不高兴你们这些人 莫名堂的 莫名堂的 提出这些什么问题 他一天都没有说话 我都忘了 现在有时候一点也是记不清智 但有时候确实 从小的时候 我们对天文定理的学说 是一种奥秘 不要说是我们佛教的 从世间的天文学的教授来讲也是 现在有些天文学家 他们一辈子当中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还是一种密 真正的有些解开他的密 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应该回答问题的时候 佛教当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并不是一样两眼就随随便便能回答的问题 所以有些问题 我们也不用跟他回答 如果他真正有一些佛教的基础 而且是比较公正的 这样我们可能通过用很多的语言 再可以给他进行说明 有些人提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对他的回答一定要广说 不广说肯定说不清楚 比如说昨天 虚明山和地球之间的关系 你应该用佛教当中有不同的 几个学说和观点来给他进行解释 然后再加上佛教大乘空性和密宗圣灵金刚 有很多的论典来 给他进行认证的时候 他如果是比较客观 公正的话 应该是能解释的 因此像这些 我想尤其是我们现在 科学可以说是通飞迷惊的 比较发展的时代 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不懂这方面的理论 当然是 作为一个善理 修行闭关的人来讲 对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经常接触一些 现代的文学家 科学家 或者是一般的一些知识分子 你如果没有一个说服力 可能说不清楚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面 这个问题也应该 大家都是要分析 不分析的话 我们佛教徒光是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说个这样的话 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别人给我们出难题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光说这样来解决问题 真的有点困难的 应该用这个 如果只要我们懂得佛教的道理 佛教完全有能力 有办法 而且有一句说服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对佛法的了解 太出现 一点也是不了解 这样一来 很多佛法甚深的道理 不能了解 这一点是我们的缺点 因此佛法确实是有 比如说天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佛法的时候 他有他的特长 用我们哲学的研究 哲学方面来研究 他有他的特长 然后从我们其他的一些文学 或者艺术 或者一些四个的角度来研究 佛教可以说是一种暴罗暗想的 他任何一个人如果进行去研究 真正能得出他的精神勾念 因此我们对佛法应该 不但要生起信心 而且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有一种不可摧毁的见解 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们昨天关于世界观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 如果这一点不懂的话 恐怕现在在社会当中的有些人 可能对佛法产生怀疑 进行毁谤 也有这种可能 因此我们应该站出来 给他们回答 我们佛教的学术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佛教的这些所有的道理 就像蒙蓬仁波切所说的那样 比如说已经大米里面三量包括的 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所以现在科学的任何学术 全部在包含佛教当中 佛教它能显现的 不能显现的 全部已经说明得清清楚楚 我们科学只能通过一些仪器 感官 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推测 进行推算 这样以后得出来的结论 所以这个完全都是不讲通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也经常应该需要研究 这是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讲刚才前面的恶趣 已经讲完了 然后讲善趣天戒 善趣天戒分 余地相念和地之不念 分两个方面 余地相念 四大天王 三十三天 第一个四大天王 以无量供和以善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 以无量供吧 讲这个道理 天戒 日月一般属于天戒当中 三万遍 无时无疑 无时已有心 无夜落日 日落月真无 一几日处为同时 他这里这样的 我这里吃个药 远远位于须弥山的一半 三万半 昨天我们说须弥山有八万有星 太阳和远远在昨天赤双山 赤双山大概是四万有星的地方 他在从这个上面 开始出现运行 然后他的距离组成 也可以说是他的至今 至今 无时有心和无时已有虚 分别为他们的有虚 也就是说 无夜日落夜真无 以及初日未同时 他这里东南西北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南战部族是 白天中午的时候 然后悲剧露珠 它是晚上八夜深更 其他的比如说 像东圣圣珠和西牛河珠 分别为日落和早上 这样的时间 所以从这里 我们昨天也讲了 如果我们没有懂得 现在的众生业力 不同的学说和道理 就像现在我们在这里 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 像美国六月 我看美国六月 还是在波士顿 应该是在波士顿那个地方吧 应该在那个地方 晚上十二点钟 这样的话 美国都已经成了 南战部族的对方 已经被拘留住 已经成了这样的 但这个我昨天也讲了 这个我们没有必要破它 这是居舍论的学说 是一种虚密山为主的 这样的学说的角度来宣说的 所以这样的宣说 对有些众生面前来讲 也有现实的 但我们现在的众生的 角度来讲 也应该是可以这样承认 这一点承认 没有什么的 按照我们现在天文学 怎么样承认 我们这个佛教徒 也是如是承认的 而是如是承认的 那么佛经当中为什么不说呢 不一定要 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业感显现的话 不一定所有的宣说 但是直接和间接 就是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有造出来 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 他说是在以前印度 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 就是这个虚密山和整个世界的 形状和变化就是这样的 但后来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同 所以现在变成地球是圆的 那这种说法是肯定说不过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现在可以说 出世或者转法能的 现在时间来算的话 从汉地主潮 从这个时候可以 基本上是比较公认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现在是有两千多年 那么两千五百年 现在世间上公认的 就是两千五百年左右了 两千五百年之间的历史来看 整个世界并没有这样变 虽然有一些身衰不定的这种变化 但是根本没有说当时的这种世界 突然就变成一个怨行 我们站在有始终和威武论的观点 那么突然已经变成这样的话 这个肯定说不过去的 以前《宝积经》当中也是已经讲了 印居山 印度印居山它是各种各样的珍宝组成的 但是有些智者后来说是 因为众生的福报太浅了 后来慢慢慢慢变成屠使了 但这种说法也是说不过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哪一个草代当中 在哪一个时代把原来的珍宝山 现在变成普通的山 这个也应该通过名言当中的 历史学说来衡量 但历史学说来衡量的时候 根本没有 印度一代一代国王的传承当中 哪一个时代当中原来的珍宝的虚弥山 现在都已经变成这样 这一点也不能说的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当时人们的传统和习惯 还有加有一些论典上的 思学的这种夸张 这一点应该是有的 昨前天我们 嘎尔玛巴回答的问题一样 就像有些以论典当中所称呼为主的 有些人们的民间传统为主的 因此论典上我们理解的时候 也应该有不同的理解方法 大家好像在这个论典当中所讲的 和那个论典当中所讲的不相合 有点不相合 或者有点说法不同 说法不同的时候 以为这个肯定不准确的 马上要一取一舍 这样的态度是不符合科学的 也不符合逻辑的 因此我们应该要分析 这是很重要的 没有这个分析的话 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自己的相续当中 没有佛教和科学的这些知识 然后别人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 顺顺便便用一两句就开始断言下决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现在 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讲过 如果没有我们众生的业力 以这个前提下 没有进行观察 就像现在的我们中国和美国之间 相当于也是在《据事论》里面说的话 被举住和南赞部住有这种差别 因为这样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必要破斥它 也没有必要破斥它 也没有必要 非要把佛教的虚明山和科学的地区 两个合在一起来讲 这是我们讲一讲不弄 饿鬼他亲自所见到的弄 人亲自所见到的水 那么人面前你说这个肯定是弄 怎么样说的话 肯定不可能的 我现在刚刚喝了一碗 根本喝一碗 根本不是弄 弄的话 我昏地肯定会拖下去的 如果饿鬼在这里的话 饿鬼刚才喝的弄 我怎么样说 你这个是甘落 你这个是水 他也根本说不过去的 所以我们众生面前所显现的 我们佛教徒也是现在依靠这个世界 肯定会显现地球是远的 这是我们用显量 比量 很多方面来成立的 因此根本勋平给多谢格西说的 真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他想把地球不是远远的 他想通过来证明 根本勋平说 别人不孝着 你都是可以的 别人可能不给你回答 因为他显年见到的是 他想 你是不是有精神有点问题啊 他根本不会给你回答 所以我们以后 关在世间的问题上 尤其是年轻人 我想以后还要对佛法 肯定要做贡献 在做贡献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没有一定智慧的话 现在世间的人们 他的思想非常非常的复杂 如果我们没有一点说服力的话 他完全不会接受 如果有一点说服力的话 现在这些人的世间的念头 很容易摧毁 所以我们有时候 自己有智慧的时候 也不要自己非要我 还是自己要修阿罗汉的过位 一直是坐在寂静的地方 这也是很好的 但是有时候真是还是出去 或者自己得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应该弘法利生 弘法利生过程当中 可能遇到很多的知识分子 很多分别念比较重的大学生 这些人的时候 应该用佛教的逻辑观打破他们 这样的话 真的有时候还是种下善根非常重要 自己有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弘法利生是很重要的 昨天持证罗族堪波回来了 我说你这次跑了一两个月 到处都乱跑 看你结果怎么样 可能现在心很烦吧 他说 挺好的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多月 给他们讲闲光庄严论的话 反正讲了很多年了 也许他们不一定生起很大的信心 因为以前都是讲过很多了 但是在外面的话 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过佛法 然后跟他们 不管是叫他们断杀身 很多方面 我自己觉得还是充满信心 以后我还要跑 确实我想 真的自己得到一定境界的人来讲 还是弘法利生的这种誓言非常重要的 自己 如果我们有些人 自己相续没有成熟的话 你去到外面去弘法利生 结果你自己堕落在那里 就像扎盖山法里面讲的 原先是弘法利生 结果把你已经落到那里 就像护离 扎盖山法里面有个很好的比喻 结果自己也是逃不出来 有这样的 但是自己稍微对外缘 根本不扯回自己相续的 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要弘法利生 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 我想会遇到很多的一些知识界 有各种各样的层次的人 那么对他们面前 有不同方法来说 我们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的 他的超声的这种智慧 这是觉得非常重要 应该我们有时候 像我们上师如意宝的加持下 在这里面的人对佛法的理解 恐怕在现在的世界当中 很多地方很难以寻觅的 真实 这不是自己夸张 自战会谈 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多年以来 把大乘 小乘 密乘 所有的佛法 学习得比较涂色 比较圆满 这样的话 很多人的相续当中 并不是口头上说的 真正对佛教的见解和修行 已经有个很坚固的 稳固的定解 所以这个在作为一生当中来讲 我觉得可能非常重要 很多人以后不一定有 一之三知识的机会 或者是万一我们学院不存在的时候 但很多人的心底相续当中的智慧 还是跟随着他的一生 跟随着乃至世神的知识 这样的话 这个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我们在这里获得了很多钱财 财产的话 这个财产很快的时间当中会消失的 但是与自身的潘水座的这种智慧 真是乃至生生世世的 很有必要的 所以希望在佛教的见解上 方方面面应该砸下比较稳固的见解的梗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下面讲刚才那个月亮 所以我们这个月亮 太阳这个学说的话 现在这个月亮的它的距离 至近 半近 还有整个它的筑场 这些肯定现在的说法有不同的 但是不同的话 我们就不用担心 也不用害怕 有些对佛教不太了解的人一看都是 哎 你看那个 科学里面就是说 太阳有多少多少公里啊 这也是科学已经发明出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众生这样的话 是不是很害怕 有这方面的疑惑 但这方面根本不用疑惑 昨天我讲的比喻 应该是有一些可靠性的 希望你们还是在经常 我们方便的时候 应该书面可能说出来 也是对大家可能有一点点利益 尤其是昨天我们宇宙观的这些学说 还是到时候弄一个小小的册子 这样也有必要的话 你们这样也可以 下面就是这样讲 他日月二者违越何处呢 日月是从水面间向上须弥山的一般 即就是四万有旬的地方 他日月围着须弥山转 按照《居宗论》学说的观点是这样的 然后日月的量是多少呢 月亮的至今是五十一有旬 太阳的至今为五十亿有旬 稍微太阳大一点就是这样的 他们的主场均是至今的三百 这是一般数学当中也是 它是生一善的 厚度为五点五有旬 再加上十八分之一的有旬 这是他们的厚度也是相当的 那么他们又是什么物质构成的呢 什么物质构成的呢 月亮由水晶构成的 具有清亮的作用 太阳就是用火镜构成的 所以有作用发热的 并对眼睛有害的 我们灌脱嘎的时候也是 如果灌太阳 时间太久的时候 心底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吧 如果时间太长了的话 对眼睛有害 晚上的时候一定要灌月亮 灌月亮的话 月亮是带有清亮性的 因此对眼睛有利的 其他方面二者均是相同 在它的上方有金字围墙 下方有五彩斑斑的 各种各样的颜色 妙载 还有花园如意树以及各种显花 然后成星 现在成星 科学里面说是什么 比如说 巨大星球也有很多的 最近美国也没有载人航天 是一般十年的机器 到火球上 准备在百年看看在火球上能不能生存 能不能有水 这方面现在的科学也比较先进吧 是中国载人飞船 落到地球上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特别在意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 如果你真正碰到了佛教的 一些缘起空性的教义 这些不是非常奇灾的 不是非常稀有的 但是这一点 可能世人是根本不承认的 所以是这样的 他《星争舍舍舍论》当中是这样讲的 大星争十八文句 然后小星争三文句 多数十文句与十二文句 他那个距离大小就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以现代科学的说法 以星球的说法 也有很多不同的 也有一些比较相同的 他这里的文句 文句大家都知道 也是一个数量单位 它是一种距离 衡量距离的单位 我们一般来讲 人们有这样的口句 他说是五百公 我们这个人用五尺 一半就是一公 五百公是以文句 八文句是以有询 八文句的话 义有行 所以现在用尺寸来量的话 他们有些书里面说是 尺寸来量的话是义有行吧 义有行是二十六十里 这样来算的也有 有些书里面 但一般来讲 文句和公 然后十论金刚里面 我看十论金刚当中 二十四只算一周 然后四周算一公 二十四只算一周 两千公算一文句 文句就是我们的汉语 在印度语当中叫做巨鲁舍 巨鲁舍 它那个有行叫做玉善那 所以刚才十论金刚 二十四只算一周 四周算一公 两千公算一文句 然后四文句算一有行 十论金刚对文句和有行之间的算法 稍微有一点不同的 麦彭仁波切的《智者如梦》和 我们《举手论》里面的算法也应该是相同的 这样的话 我们一般说是 五十一公 五百公算一文句 八文句是一有行 所以这个有行专门我们衡量的一种单位 那么太阳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照耀四周呢 从北方午夜的时候 东方落日 南方这时候正午 西方刚出日同时 那么这个世间是同时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正是按照巨舍论的学说的话 太阳为取密山转 在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南赞部族的中午的时候 他们被聚落族的晚上十二点钟那样 这样的话 东圣圣族当时刚是日落 然后西牛火族早上的时候 他这样 这四个时间同时的 以此类腿 西方无夜的时候 北方落日 东方正午 南方出日也是同样的 同样南赞部族是无夜的时候 新牛火族落日 哦 这里有了 被聚落族的话 正午 那么东圣圣族日出时同时 这就是主义相当而言的 这是比如说我们夏天冬天吧 我们通过天文的第一算来算的时候 夏天24小时 白天也24小时 然后不是 白天12小时 晚上12小时 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时间是这样同时的 如果白天稍微长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时候 晚上比较短 然后秋天的时候晚上比较长 那么这个时候来算的话 肯定不是同时的 所以如果白天和晚上完全相同的时候 那这样来算的话 应该是我们这里中午的时候 在白剧露珠的完全是晚上十二点钟 应该以这样来算 这是居舍论的语著学说 应该这样来推算 那么下面我们说时间 什么时候是动之 按照居舍论的话 什么时候下之 动之和下之的话 居舍论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名词 叫做日会 日会的话 太阳回来了 意思就是说 因为太阳一般来说 像冬天的时候 叫做太阳向南方运行 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 太阳向北方运行 所以太阳已经到了南方 然后要回来的时候 叫做动之 我们一般在居舍论当中 称之为日会 下面算是日会的时间 也就是说 因为居舍论的学说 它牵涉到很多方面的 所以它这里牵涉到一些天文学方面的 那么天文学方面 按照居舍论 就是我们春夏秋冬 世间人们春夏一年四季 就是一年十二个月四季 一年十二个月的四季 怎么样运算 怎么样认识呢 它有它的一种独特的观点 它有其他的我们世间的一些学说 和现在我们农历和藏历的说法 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学说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了解居舍论 对整个春夏秋冬的认识 它有一种不同的观点 这一点我们下面也要认识 那么它这里是怎么讲的呢 夏季第二月之末 自九日起夜晚长 它夏天的时候 夏天按照居舍论 因为按照居舍论的话 它只有夏季 冬季和春季 没有秋季 它是三季 我们一般世间一年四季也有 一年六季也有 有几种说法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 普遍人们都认为是一年四季 就是经常这样的 但是按照居舍论的观点 是一年三季 它是在十二个月 一季有四个月 有四个月的话 它就包括在三季当中 它所谓的秋季是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秋季呢 他们按照印度地方的观点 认为秋天的时候 它花开 这些已经处于夏天当中了 然后花已经没有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冬天的时候了 所以可能印度的天气就是这样的 但我们藏地的话 有时候也可以吧 到了秋天的时候都已经冬天了一样的 到九月份的时候都开始下雪了 所以没有秋季也是应该可以的 因为夏天还是比较明显的 春天也比较明显的 春季有三四个月 现在这里的十季并不是很分明的 但是在汉地 别的地方说话 可能十季比较分明的 尤其是像云南 在那里春夏其农的节日 就比较清楚的 在印度 当时按照居舍论的观点 应该分三季 这样它这里说是夏节的第二个月的月末 月末实际上是我们所谓的夏制 这是居舍论的算法 我们的算法夏季十二月份不是这样算的 如果夏季十二月份 那么我们现在的算法 过年比如说农历吧 农历和藏历 基本上算法是一样的 也是一年四季 这样的话 过年的圆月一号算是春天的开始 然后春天三个月 夏天三个月 秋天三个月 冬天三个月 这样的话夏天二月份 从我们这个一年当中 农历三月 四月 五月末 应该这样的 但是它这里是居舍论夏季的二月份 居舍论夏季的二月份 时间比较长 夏季吧 从那个时候开始夏季的 二月份的末 也可以说六月的九月开始夏季 然后晚上比较长 冬至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所有冬季四月中 就是冬至所有四个月当中的第四月份 所以你看它这里 一个期节应该分四个月 这是居舍论的颂词里面 也是有明显的 以前有些居舍论的诸诗当中 问居舍论师为什么是词一年三季的观点呢 然后有些指质回答说 这是根据世经论师 居舍的颂词都很明显的 如果冬天有三个月的话 那么为什么颂词里面说是冬季四月中 为什么说四月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算法 冬季四月是没有的 冬季三个月就是这样的 所以从它的颂词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冬季有四个月 四个月当中会冬至 我们所谓的冬季 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然后白天开始变唱了 白天就比较晚上 它原来的白天 白昼的话 原来一直是晚上比较长 前一段时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上课各方面 我都比较喜欢晚上长一点 比较长 但是前一段时间冬季开始 然后以前的白昼比较长的 短的开始有变化了 现在越来越晚上比较短 晚上比较短这个 那么这个与前面白昼断相反 诸以长为一顺雨 热心难白施放之舍 这样以后 每天除了冬季或者夏季 如果是晚上或者白天 每天都是一须雨一须雨的 这样逐渐地断 或者逐渐地长 比如说我们冬季 过了冬季以后 每天都是一须雨 晚上开始断了 每天晚上就断了 白天一须雨就开始增加 然后须雨以后 还有顷刻 时间 庙 这些也是在《据手论》当中 专门有一个时间单位 这个我们可能到时候 要介绍一下 因为一方面 它这里有时间单位 重量单位 相当于是 我们以前学的一些理想和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 这些还是要用 什么叫做虚义 什么叫做顷刻 这些没有冬季的话 在佛经当中经常应用的 经常应用都是我们会模糊的 有种迷惑的 它是这样的 这个下面我们还在讲 下面说 那么夏季冬季 日慧在何时呢 日慧或者是冬季和夏季 我们现在世间人们 经常说冬季和夏季吧 实际上是跟世间的算法 和《据手论》的算法是不同的 现在我们葬礼的算法和冬礼的算法 也是比较相同的 比如说现在的冬礼算法 一年分十二个七节 二十四七节应该一年当中 因为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每一个月 十五日算一个七节 《春雨经过春情故天》 冬礼当中专门比如说像春天的话 它有六个七节吧 六个七节的话 就是离春 然后是古雨 还有春情等等 就是由这样来分的 然后夏天下满芒夏 受项链 是吧 反正以前那个小孩子的时候 看过这些都忘了 这方面夏天的话 它有它的一些算法 这样的话 现在藏礼的算法 也基本上是相同的 一年四节的算法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据手论》和戒律里面的算法 也是有点不同 戒律当中 一般承认为一年六节 一年六个七节 这样算的 它这里完全是有《据手论》的算法 《据手论》的算法 跟戒律也有相同的 那么这里的新年的开始 就是从冬天的第一个月开始 新年开始 所以按照《据手论》的过年 应该是冬天过年 也就是说冬天第一个月的开始 适合过年 有一次法王如意宝说 我们开慈命法会的时候 说是开慈命法会 应该是提前 好像说什么 当时《据手论》的过年 早就已经过完了 然后现在我们的过年 也不想据手论 也不想龙立 今年都不一定过年 但是也许凡是过年的话 还有大概十五天吧 今年可能因为法王明明去世的话 不一定过年 但是我们可能要休息几天 因此那天的时候 我们还是准备了一点吃的 虽然没有什么很开心的过年 但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比较累 因此应该在慈命法会正是现在愿与一日 这是龙立和藏立都比较相同的 但是按照《据手论》的算法 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他这里就是这样的 对于七集的观点 虽然有许多说法的 十论金刚的说法也有 戒律的说法也有 《据手论》的说法也有 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他所有的 蒙佛仁波学真是非常精通天文的 他的自作一看 但是我们都搞不懂 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世间的天文也不太懂 再加上现在的理算 对于我的话 像天文学的理算一窍不通 有时候特别羡慕 蒙佛仁波学的智慧真的 因为他的作品当中 专门讲天文学的理论非常多 十论金刚的大树大概有七百多也吧 以前那个法王如意宝给我们 观十论金刚的时候 就是蒙佛仁波切的大树 当时高巴坎波给我们两个传承 特别特别多 有一年当时大家都是 请求上师如意宝传十论金刚大树 首先上师已经答应了 本来也没有传 因为上师没有传的话 我们对十论金刚的语主学说不太懂 只不过有时候是翻一翻 蒙佛仁波切的大树 一翻的话 因为我们以前对这些名词没有了解的话 还是有点难倒 最后看一看 看不懂 把他树就搁上去了 就算了 只有七到八 这一辈子不一定通到这个圣伦金刚 但蒙佛仁波切真是 天文理论方面数非常多 所以按照蒙佛仁波切的观点 都已经说了 这个应该是按照印度的 居士论的观点来算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葬礼和龙礼 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有出入 所以他这里 刚才已经讲了 虽然有很多的说法 但是在居士论的辞出 葬礼的九月 十月 十一月 然后四月分别为冬季 按照居士论的观点 这四个月就是我们九月 前一段时间 我们九月分的时候 开极乐法会的那个月的开始 一直到十二月之间 算是冬季 我看居士论的算法还是很不错的 应该是这四个月是冬天 可以的 然后葬礼的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这个春季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夏季 夏天的时候有四个月都是多好 特别希望夏天应该有 在其他大城市里面 夏天的时间特别长 花开得也糟 摸得也很晚 所以夏天的时间 在藏地的话 不过我们这里还算是好一点 在市区 靠近钢得色那边 夏天的时间更为短 那天我们在这里刷把子的时候去市区 那时候他们那边就开始下雪了 我们这里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它按照居士论的三方一年三级 一年三级就是这样算的 想到这里吧 今天 我们先前来说 我们先放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